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都说这简直是奇迹 像他这样病情严重的老头 上周医院刚走了俩 那俩还都比老鱼年轻呢 病友是医生家属又是个话牢 把知道的都告诉了老鱼 你能被救回来多亏了你的小儿子 医生说你情况严重 手术风险太大 问你家里人的意思 是你小儿子坚持要给你手术的 后来你进了重症监护室 一躺就是这么多天 重症监护室多贵呀 一天最少五六千 你家里人都想放弃了 嚷嚷了好几次转普通病房 也是你小儿子坚持说再观察观察 结果观察了小半月 你老头子说醒就醒了嘿 病友对老鱼只拱大拇指 夸他命运 他问老鱼 你家老三肯定是大款吧 不然也不能给你这么砸钱 不过话说回来 孩子有钱的多了去了 但未必舍得给你花 有那不孝顺的 巴不得爹妈早点走 省钱又省事 并有随口说笑 并没有内涵谁 可老鱼心中却五味杂陈 他做梦也没想到 他走到了鬼门关前 不惜一切把他往回拽的 会是老三 而他从小疼到大的老大老二 却不约而同地想要放弃他 要说条件 老三目前自己当了老板 确实比老大老二重得多 可老三现如今的事业是怎么来的 全是靠他自个儿一步步闯下来的 没人知道这些年里 老鱼是怎么区别对待三个孩子的 毫不夸张 老鱼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老三鱼正 比起他精心养育 一路呵护到大的鱼刚与婉兄妹俩 鱼正基本上是放养的 老大刚出生的时候 老鱼放假工作陪伴他 辅导功课 带他出门拓展事业 样样都想交给他 鱼刚毕业找工作 老鱼到处花钱打点 给他谋了个稳定的差事 鱼婉更是老鱼的掌上明珠 当公主养大的 他想学情 老鱼给他请最好的师傅 在家里教 后来又想学画画 老鱼给他报最好的班 毕业几年不想上班 老鱼养着他 后来他说想开花店 老鱼又砸钱给他开了个店 还托人给他找了个 事业单位的丈夫 可他对老三鱼正 几乎可以说是不闻不问 因为鱼正和鱼刚 鱼婉兄妹俩 不是一个妈生的 他是老鱼跟后妻生的 后妻给老鱼戴过绿帽子 老鱼一度怀疑这孩子不是自个儿亲生的 尽管后来做了亲子鉴定 打消了这个疑虑 但他长得太像他妈了 想到老鱼一看到他就来气 一看到他就想到被虑的屈辱 鱼正小时候 老鱼几乎没怎么抱过他 出差回来 给鱼缸鱼碗都带了礼物 唯独鱼正连屁都没捞着 等上了初中 老鱼直接把鱼正扔到了学校寄宿 让鱼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有次他跟同学打架 从学校偷跑出来 回了家却发现老鱼 正在家里给大哥过生日 家里精心布置过 鱼缸穿着老鱼送给他人生的第一套西服 头上喷着褶里水 打扮得像个贵公子 姐姐鱼碗穿着蕾丝花边长裙 正在给鱼缸唱生日歌 那一刻鱼正懵了 他脸上挂着彩 衣服被同学撕破了 鞋框脱了胶 灰头土脸 他不懂自己怎么就被这个家 完全排除在外了 不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然而不等他的悲伤进入高潮 老鱼立马垮脸拍桌 一顿抱吼 你怎么回来了 不在学校上学 跑回来干嘛 鱼正大哭一场 跑进自己房门 偷偷把母亲的照片翻出来看 老鱼一脚踹开房门 抢了照片就撕 鱼正苦苦哀求 想从老鱼手里 把母亲的半截照片抢下来 结果挨了老鱼重重的一拳 那一拳 直接把鱼正的鼻血打了出来 老鱼警告他 不准再看那个女人的照片 说完摔门而去 客厅里音乐再起 庆祝继续 后来鱼刚鱼晚就妹俩 相继上了大学 老鱼也上了年纪 性情改了不少 他不再苛待鱼正 偶尔心里 还会生腾起一股愧疚 想着鱼刚鱼晚前途一片大好 而鱼正却高中毕业后 就在社会上瞎混 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然而 他已经对鱼正冷了十多年 贸然亲近 也不太容易 那天 他终于心平气和地问鱼正 你想做什么 鱼正说 他在当地大学城附近 租了个店面 卖日用品 三年下来 攒了有三十多万 其实他心里有别的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 问老鱼能不能借给他二十万 有五十万的启动资金 他就能干一番事业 老鱼当场愣住 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恶目光 认认真真地打量起鱼正来 那眼神就好似从未认识过他 他只知道 他在大学城附近干活 一直以为 他给人打工来着 完全不知道他开了店 还赚了钱 他甚至不知道 他开店的本钱哪来的 老鱼心中惊涛骇浪 反复看了几遍 终于被儿子那极虔诚 认真的表情刺痛了眼睛 他答应了 借了鱼正二十万 但让他打了线条 对于他能否干出事业 他也持保留意见 再后来 三个孩子各方面尘埃落定 经济差距也渐渐拉开 鱼缸鱼碗工作稳定 日子过得去 但和富裕沾不上边 倒是鱼正 自己开了公司当老板 事业大好 老鱼曾一度以为 鱼正恨他 恨这个家 然而并没有 他对鱼缸鱼碗 一直还算客气 跟老鱼虽然没什么话可说 但也算敬重 这让老鱼愈发地后悔 当年对着孩子的磕带 他想弥补 可弥补不了 鱼正比他有钱得多 他想清静 肉麻的话 到了嘴边又咽下 再然后 他病倒了 他以为老大老二 会尽孝于床前 若鱼正能了表心意 来看看他 他便知足了 可是谁能想到 最先想放弃他的 竟然是他从小宠到大的 老大老二 反倒是从未被他善待过的鱼正 以一己之力救活了他 到第二个月 老鱼已经能由家人搀扶着 下地走路了 不知道是受了良心的谴责 还是不想背个不笑的骂名 鱼缸鱼丸也过来了 开始轮番照顾他 给他端屎端尿 忙前忙后 他吃着鱼碗 一勺一勺 送到嘴边的瘦肉中 听着鱼缸跟他诉说 他病了这阵子 他是怎样的心急如焚 夜不能寐 话听到耳里有些讽刺 周吃进嘴里也不香 他只听见鱼正在病房门口 跟助理打电话 我下午要在医院照顾病人 走不开 公司的事你看着处理 拿不定主意地打给我 顺便帮我查一下 脑医血病人出狱时 吃什么好 查好了发给我 在鱼碗送过来下一勺周时 老鱼摆了摆手 不吃了 他让鱼缸把鱼正喊进来 有话要说 三个孩子在病床前 老鱼问鱼正 我这次住院治疗 手术费加上重症监护室的费用 一共花了多少钱 鱼正愣了一下 说 几十万吧 没细算 那你现在算算 鱼缸鱼与碗心中一沉 觉得这不是个好话头 鱼正从包里翻出所有的单据 打开手机计算器 一顿噼里啪啦操作 三十六万 零头没算 这钱都是你垫的吧 医生说 下周我就能回家休养了 这三十六万 你们仨平摊一下 一人十二万 方便的话 现在就转给老三吧 鱼缸与碗同时愣住了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掏钱 从头到尾 都是鱼正在那 张罗着各种质量 数他最积极 也就他最有钱 既然如此 这钱难道 不该他一个人出吗 怎么 你们不想出钱 老鱼拧眉 不是吧 鱼缸急到 我现在手头 也没那么多钱呀 去年刚买了房 手头就那么点 你儿媳妇还拿去去理财了 再说 这还没出院呢 接着说钱的事干嘛 是啊爸 你养好身体最重要 提这些干嘛 一旁的鱼正 亲口嘴角 露出一个早已看穿的冷笑 现在不提 什么时候提 等我死了以后 去地下提 让我给你们托梦吗 老鱼震怒 猛拍了一把床颜 吓得鱼缸与碗 一个哆嗦 哎呀 爸 你别挠啊 这才刚脱离生命危险 别又给气坏了 你们不给也行 我替你们给 老鱼吼道 我拆迁的那套房子 加上我现在住的这套 本来打算死了以后 给你们撒平分的 既然现在 你们不肯承担责任 那行 我明儿就立遗嘱 那两套房子 都给老三 鱼缸鱼丸傻了眼 连鱼正也愣住了 哎呀 爸 您说的哪跟哪呀 我们怎么可能不给你出钱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鱼缓哀怨地走了 鱼正一眼 打从你住院 我跟哥 哪天没来医院看你 咱都不是请了多少假了 您可别听风就是雨 这钱就算你不说 我们也是要给的 之所以还没给 还不是因为 你还没出院吗 住一天 花一天的钱 现在算账 也算不清啊 你要怕我们赖账 那行 我现在就给老三转账 鱼缸唬着脸说 我今天是转不了了 钱都买了理财 我明儿去把钱取出来 给老三 鱼正则默默走上了 医院的天台 天台的风很大 他以着围墙抽烟 烟雾瞬间就被冷风吹散了 主治大夫 陈主任的女儿 踩着高跟鞋 走到他身后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爸不是脱离危险了吗 怎么还这么沮丧 鱼正苦笑道 突然有点郁闷 亏了我爸以前 对我哥姐那么好 怎么感觉他俩都没心 刚才我爸 让他们平摊一下医疗费 他们不情不愿的 人呐 女孩气冲冲地 骂了声不笑 而后忽然古灵精怪地道 那我来说个开心的 什么 我爸同意咱俩的事了 真的吗 鱼正有点不相信似的 瞪大了眼睛 之前 我爸不是死活 不同意我们俩的事吗 但现在 他改口了 他亲眼看着你 不惜一切地救你爸 比你哥姐强多了 加上之前 我跟他说过 你家里的情况 说你爸 从小到大 就不待见你 我爸就更觉得 你人好了 也是巧了 要不是你爸这一病 咱俩最后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爸这人 最终笑道了 他还让我对你温柔点 别老凶巴巴的 鱼正难得露出一个 舒心的微笑 将女友揽入怀中 他是孝顺 但没想那么孝顺 想救老鱼是一方面 是为人子女的自然反应 老鱼对他再怎么着 也是他亲爹 但花这么大代价 不惜一切去救 却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他想借机 获得女友父亲的好感 他对女孩一见钟情 女孩也折服于 他的精明干练 但女孩财貌双全 家世又好 父母对准女婿 定下的门槛 自然也高 听说他的学历 只是高中毕业 连面都没见 就把这门亲事给否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父亲病了 他灵机一动 赶紧把父亲 送到了准岳父 所在的医院 还特地通过准岳父的关系 找了那家医院的专家 来给父亲看病 后来理所当然的 为专家经常和准岳父 交流他父亲的情况 如果不是因为这点 当专家询问 要不要给老鱼 做那个成功率不高的手术时 他能否同意的那么爽快 老鱼在ICU 一晚耗费五六千时 他能否丝毫不心疼 他不知道 他精差于人性的微妙 人性的复杂 老鱼终究还是没能长寿 隔年病情复发 送医不久就走了 走之前他将财产分成两份 市里的两套房子 一套给了余政 另外一套则由余缸 余碗兄妹俩共同所有 兄妹俩大为震惊 完全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他们想不通 从小到大 只同他俩的老鱼 怎么突然变了 偏爱起老三来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原因 老三混得好 会赚钱 让他有面子 于是 他们对老鱼的那点感恩 轻刻间荡然无存 老鱼对他们的好 随着他的死 烟消云散 他们卖了房子 平分了皇款 从此 懒得去老鱼坟前 看他一眼 然而老鱼的坟前 每逢清明 还是会出现 一束清香的白菊 那是于正百的 他手持鲜花 立于坟前 冲着墓碑上的老鱼的 一向苦笑道 银片爱了他们一辈子 可最终肯来看你的 就只有我而已 都是你的孩子 为什么要厚此不比呢 他仍然记得老鱼 弥留之际 半眯着眼 气游若思地问他 老三 你恨我吗 那一刻 他猴头梗塞 死去万千 曾几何时 他多么渴望老鱼 能够多看自己一眼 他乖顺听话 无比卑微地 仰望他们每一个人 换来的却是他的不屑 如今老鱼终于 肯正眼看他了 终于明白他的好了 可人却要走了 也意味着他作为儿子 这辈子都不可能 享受到真正正常的父爱了 他怎么能不遗憾 不恨 可他终于还是说 如果恨你 当初我就不会 执意要救你了 他记得老鱼对他的恶 也记得他对他的好 记得老鱼在创业之初 借给他的二十万 感动于他死前 赠予他的房产 他顿了顿 又说 你是我爸 老鱼含笑而终 生米恩斗米仇 被宠溺得永远有恥无恐 一点点委屈受不得 要恨要怨 要反目 要将所有的恨铭记于心 要将所有的好 一笔勾销 反倒是从未被珍视过的人 给一点点的甜 便足够温暖他余生 他事先模糊 多想穿越时空 去抱抱儿时 那个孤独寂寞的自己 然后对他说 一路走来 不容易 辛苦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